是的 主播 那可以看到工廠上方冒出浓浓的黑煙 一度还冒出巨大的火球往高空喷去 这是意大利北部一间化学溶剂工厂 周三发生了大火 一度还传出爆炸声 那当局是紧急通知当地的民众 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要外出 还要待在家中把门窗关紧 这是因为他们担心有毒的气体会随着浓烟飘散 那为了安全起见 消防队也动用机器人进入工厂灭火 据了解这间工厂总共有50名员工 不过火灾发生的时候 只有约30个人在现场工作 而且幸好30个人都已经平安撤离 当地的市长最新贴文是公布说 目前的大火是已经扑灭了 环保当局做个空气分析 确认了空气中没有特别高的有毒物质 那先前发布的紧急命令是已经取消了 有目击者表示说 工厂整间仓库都爆炸烧毁了 消防队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那环保当局也会持续检查监控当地的空气品质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把现场交还给棚内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